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成人Tale轮到和这位粉丝视讯时 正在搭乘的游乐设施竟然开始往下冲 不仅整个通话过程都在尖叫 画面也充满水花 让Tale笑到不行 主位粉丝也在社群自嘲写下 我人生的水上雨潮飞车视讯出体验 这个时间点是怎样啦 超爆笑的画面让Tale笑到粗犷 也让不少网友表示 笑死这个粉丝吵到出水 想必是Tale一生难忘的经验吧 Tale整个笑到不行耶 真的就是那个时机点接电话 还有人亏坐在后面 录下这一切的朋友也很厉害